三月无球可踢,全剑叛将极了,施好老东将,聘请大律师,动作频频中超收观战,天津全剑主场击败了联赛新科冠军上海上岗队,用一场逆转的胜利,为自己的2018赛季画上了句号,回首这一年,全剑这个赛季过得可谓跌宕起伏,高层变动,主帅更换,外援的叛逃更是让球队措手不及, 亚冠虽杀入八强但连栽表现的令人失望,尤其是外援的叛逃对全剑打击极大,相比比利时国角维特赛尔的不辞而别,德甲同学莫德斯特的直接叛逃,更是让天津全剑一度陷入了几乎要降级的深渊,在全剑做出向国际足联上诉,向右翼引进莫德斯特的俱乐部、法律师函等强硬措施后,从叛逃开始直到现在, 还与全剑俱乐部处在合同纠纷之中的莫德斯特,也是处在一种无求可踢的状态,这对已经30岁的法国人来说,自然不是什么好消息。 三个月无求可踢,这位全剑叛将也是急了莫德斯特及其背后的团队,最近一段时间又是示好劳动将,又是聘请金牌大律师,又是约谈媒体,动作频频,也在释出浑身谢树,博取关注和同情,希望能够重新在欧洲获得工作的机会。 近日,有德国媒体报道,德甲传统竞旅斯图加特俱乐部,有意在冬季转会窗口吸引进莫德斯特,以解决球队风无力的问题。 斯图加特在11轮连赛过后,排名德甲倒数第一,仅仅打进8球的他们,进攻效率也在德甲1,8支球队中是垫底的。 不过,在接受相关媒体的采访时,莫德斯特回避了与斯图加特的绯闻问题,莫德斯特表示,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,对斯图加特的邀请,意想表示不知情的同时,莫德斯特继续对自己的劳动将,已经降入得已的科隆队是好,我最想加盟的球队,当然是科隆了,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疑问的。 我的心属于这里,其实都不用问我想不想回来,因为我人不是已经在这了吗? 实际上,从10月3日开始,莫德斯特就获准随他的老东甲科隆俱乐部的U21T堆进行训练,以保持状态。 不过,在与天津全建的合同纠纷,没有明确的处理结果之前,不管是科隆还是斯图加特,都不敢接莫德斯特这块烫手山域,已经三个月上不了场的莫德斯特显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。 接受采访时,他表示,我不知道国际足联还需要多长时间,来处理我的合同纠纷,我已经等了三个月了,我是个球员,我想踢球,为了能尽快解决纠纷,重新踢上球。 莫德斯特方面又聘请了熟悉足球合同领域的德国大律师布赫伯格,据悉,布赫伯格曾受品于德国足坛球星恶奇尔·梅策尔德等人,在接受采访时,布赫伯格宣称,他认为莫德斯特是绝对有理的一方。 据悉,国际足联目前已经确认,收到了莫德斯特对天津全建俱乐部有关劳动合同的申诉,并表示相关调查人在进行之中,也就是说,在国际足联调查结果出来之前,莫德斯特想踢上球是基本不可能了,目前的形势很清晰,莫德斯特和他的团队搞这么多事情,就是要要释放一种信号。 刚刚30岁的莫德斯特不想被废,他还想继续自己的足球生涯,但目前老东家科隆队,接下他这块烫手山芋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,其他球队他更没有机会加盟。 而全建方面,小编认为目前就应该以不变应万变,耐心等待国际足联,对于此事的最终裁决,绝不妥协,现在着急的是踢不上球的法国人,而不是赛季结束后,有大把充裕调整时间的全建队,即使最后真的有球队要和他签约,也要拿出真心白眼来,否则对这种白眼狼宁愿背了他,也绝不能放他离开。 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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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!